今年我国将在土地整治上投入超过1500亿元 保证耕地数量的同时大幅提升耕地质量 以实现十二五期间 我国再建四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的任务 在广东佛山山水区的新田村 村民一早就放下了手里的农活来到了村委会 今天他们要和当地干部讨论一项补贴的提高幅度 2012年年底起 广东在全省对基本农田给予补贴 只要农田不料荒 政府就一亩地补给农民几百块钱 补贴标准还每三年提高一次 仅这一项 广东省今年的财政投入就将超过20亿 如今在最早试点这个补贴的广东佛山山水区大唐镇 护地效果已经明显显现 要求要达到的基本农田这个保护面积是19平方公里 但是我们目前达到这个基本农田这个条件的耕地 我们有达到20多平方公里 而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广西 基本农田保护则是在提高耕地质量上做文章 把坏地变好地 把分散的耕地集中连片 土地部门验收之后按照标准补贴 今年广西将投入25亿元 用于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今年我国土地新政将持续发力 再建1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 整个投资要达到1500亿 那么建成以后呢 这个土地的顶值会提高一到两个级别 散述的能力增加10%到20%这个水平 对老百姓的收入会大大提高 对老百姓的收入会大大提高